三字通 受诸安逢人 粗看 人情越切一遍 而不会三生四子 理思求解其意 思约三生者清净伐生 如之信也 圆满报生 如之自也 千百亦化生 如之行也 若离本性 别说三生 今明有生无自 若物三生 如有自信 今明四字菩提 听无几约 自信聚三生 发明成四字 离见闻缘 超然登佛地 五经为五说 低信永无迷 莫学此求者 终日说菩提 通在起约 四字之意 可得无 自约 今回三生 便明四字 何更问也 若离三生 别谈四字 此明有自无生 今此有自 还成无字 副说自曰 大圆镜 知心清静 平等性 知心无病 妙观察 知见非 成熟 坐自 同圆镜 五八六七 我 应传 但用明年 无实性 落语 转簇 不留情 繁信 勇簇 那也定 通顿悟心智 睡成智曰 三生圆我体 思智奔心明 身智容无碍 因悟任谁行 祈修皆妄动 守住 废真经 妙子应思晓 终望染污名 一文 三人自通 寿周安丰人 他刚开始 看《拜论切经》 大约读了一千多遍 却没有理解三生和四字 因此拜计惠能大师 请求讲解经文妙定 大师说 所谓三生 第一是清静的法生 是你的本性 第二是圆满的报生 是你的智慧 第三是清白一化生 是你的行为 如果离开你的本性 而来谈三生 就叫有生 无子 如果领悟三生 并没有他自己的本性 就叫四字菩提 听我念一首 寄于自心去三生 八明成四字 不离见闻缘 偷来邓佛地 五经未卤说 地心永无迷 莫学池求者 终日说菩提 次庭又问道 四字的妙意 可以听听吗 大师说 既然已经离过了三生 自然就懂四字了 还问什么呢 如果离开三生 另外这谈四字 这就叫有字无声 这种所谓有字 其实还是无字 大师接着又念诵了 一首寄语 大人经自性清静 平等性自性无平 妙观察字 见飞 成手坐字 同圆境 五八六七 过阴转 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欲转促不留情 凡性永促 那切定 自通必可领悟了 本性的智慧 也念了一首寄语 成性的大师 三生原国体 四字本心明 三字荣无碍 因故任谁行 起修皆妄动 守住费真经 妙志阴思晓 妄然乌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